这事是什么关系啊 反正我得重新认识他 太不够意思了吧 不是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在这抱怨什么呀 你还不知道吧 我这合同还有一个月 就到期了 这通知已经发下来了 到了期以后不再续约 直接解约 这林飞早就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信不信 只要我一句话 他也能从这公司滚蛋 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 他也作假 菲菲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 不吃了 林强呢 在屋里呢 吃了睡睡了吃 我刚跟你爸狠狠地 臭骂了他一顿 让他找个人做他死活不干 你说这干电工有什么不好啊 你爸不和电打了一辈子教的吗 也没饿着啊 电厂福利多高啊 那股真该是进电厂 现在想进进不去了 这孩子一天大晚上演高手 你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你说 那我爸呢 我爸怎么不在家啊 你爸厂里有活动 参加活动去的 你说你毛娜也是 一天大晚上 让让工作保不住了 我什么时候不叫 他都不起来 光让让有什么时候 一点紧迫感都没有 那姐你回来了 你到这儿呢 还要问你个事 毛娜是不拿到一个什么通知啊 说那个横游到齐了 如果不虚约的话 就给你自动解聘了 是 你怎么知道的 毛娜打电话告诉我了 说你们老板已经把这个通知 什么放在他手里了 给他气坏了 说你特别不够意思的 说你跟他见面什么 你怎么不事先告诉他一事啊 我倒想说来着 我都想张嘴了 可是我也说不出来啊 这 那我也不想事情 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这不是那么回事 你要是告诉他 他就可以不去见你们老板了 是不是 这通知都拿不到手了 想想办法回旋一下 你现在不就等于 把他给害了吗 你怎么那么说呀 林强 他自己工作没混好 惯一姐干嘛 他工作态度本身就不行 什么态度的 他自己就不行了 赖在别人身上干嘛呀 有什么事 应该先找自己的原因 干嘛什么原因 都赖在别人头上 这是什么真实 妈 你不能这么偏向我姐吧 那毛娜也是我未婚妻啊 是是是 毛娜是你未婚妻 我这不是你姐的是吧 妈 你别跟他吵 反正啊 什么都是我的错 菲菲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是不是为了毛大 把全家都得罪了 我说什么了呀我 我不就是问一问吗 没问你 你要怎么вер振了 情窗的气势 你不都是负乱的 不就是或是不做杂 indo 听你说起过 要不然我4S店有人认识 不能给你打折吧 至少包个大礼包 免费洗个一年车什么的 都没问题 你早说呀 你想 亏大发了吧 怎么着 要不开两圈 我 我哪会开车呀 我都没学过开车 我要能把车开上路了 那我妈非担心死不可 为什么呀 我们家人啊 管我可言了 别说不能学开车了 老要告诉你啊 我每个月的工资 都得往家里交 然后除非晚上加班 要不然 你不能超过十点钟回家 严格吧 那你这是生活在 水深火车之中啊 差不多吧 能看出来 你们家人对你管调挺严的 你不像我们 农村长大的孩子 你看我 一小 除了上大学 然后现在在城里工作 这家里人基本不管你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所以呀 我觉得我挺佩服你的 就是属于那种 敢闯 实干性的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呀 在农村可不就这样吗 你家里的重担 基本上就是 落在男孩子身上 家里对你有指望啊 那你得做点怎么办 不能让家里人失望 对 我能够体会 那个刘洋啊 来找过我 能看出来 她对你爱着蛮在乎的 那又能怎么样 我跟她是不可能的了 萌娜被解聘了 这事你不知道吧 是吗 怎么回事 那有什么怎么回事 这公司需要呗 我今天叫你来啊 就是想跟你说 我帮你贷款这事 就别跟我们公司的人再提了 要不然的话 我连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我的大小姐 你都说过多少次了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我们都是成年人 好不好 放心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 要这么帮你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你 有责任感 而且很孝顺 不再这么夸人呢 我真的 我不是夸你 你看啊 如果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都不管不顾的话 你觉得他能有责任感吗 那肯定不可能啊 有道理 小姨 你回来了 雅丽 怎么样呀 你不是去你爸爸家了吗 可不嘛 你看呀 我带了这么多件衣服 回去讨好董叔平 一点面子也不得 我刚一进家门 他就知道我来的目的 我还没开口说话呢 他就知道我要炸他的油 这个董叔平啊 太难对付了 你本来就是带着木地区的好了 怎么样 钱借到了没有呀 借个什么钱呀 碰了一鼻子灰 我也是想帮忙 这不缺钱呢嘛 其实我老早就想到了 你是借不来钱的呀 不过没有关系 我去找过丁伟了 他答应给咱们十万块呀 十万呀 真的呀 对呀 小妮 看见了吧 丁伟心里还是有我 又怎么也有 他开的条件呀 能气死你呀 什么 什么条件 他希望你看一个价 把房产呀 全部过呼到他的名下 我想一想 为了这十万块钱 小妮 我怎么了 也不知道他外面 是不是真的有女人了 他要赶紧走呀 小妮 你为了十万块钱 你就忍了 你还是不是我小妮呀 我发现了 你呀 也是那种典型的 见钱眼开的人 让我开个劲是吧 他敢 我找他借我 严厉 你要去哪里呀 严厉 好 没来了 这得我们去接你 来 接什么呀 你看我小子还跳龙啊 没没没 我告诉你 我可没那么蠢 我是那种越错越勇的人 我从哪跌倒 从哪爬起来 对对对 爱你听才会 不就份工作吗 芒娜 再找去有什么待不了的 来 来 来 阿姨 您这话说得挺轻松啊 对 这事是没摊在你们家 林妃身上 您当然无所谓了 干吗老这么想我呢 你们没工作我高兴是吧 我希望你们两个混得好 您希望我们都混得好啊 你只要林妃好你就好 这我跟林强上街要饭去 您都无所谓 是吧 芒娜 你这点小心眼啊你 看看 看看 阿姨洗的谁的衣服 看看看看 阿姨一碗水端的瓶 阿姨 那我可真得谢谢您了 这样吧 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感激之情 我跟您说一件 您意想不到的事 什么事啊 是关于你们家林妃的 怎么了 那个 累了一天 咱们洗个澡准备吃了 你走开 你干吗不让说 快告诉阿姨 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啊 我想说就说 阿姨 您还不知道吧 你们家菲菲做假 她帮着丁伟贷款做假 您不知道吗 还有这种事 怎么回事啊 林田你干吗不让说呀 你快告诉我阿姨 怎么回事啊 怎么样 林菲你是不是疯了呀 丁伟贷款的事情 你都敢给她做假 谁跟你说的 张英文嘛 毛纳啊 你知不知道那个房子 有她前妻的一半啊 这些我都知道 工作上的事情 我最会处理好的 跟你没关系 那行 那我说个有关系的 你们老板又决定不用我了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 对 有关系 是我不想跟你共事的 你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绝情啊 小杨 你怎么就搞不明白呢 你在外起待得好好的 又不是你们公司要倒闭 也不是你在那儿混不下去了 你干吗要跳槽啊 我知道 你是想离我近一点 可是我不想 自然已经分手了 做朋友不是挺好的 我 别 我也搞不明白 你能不能跟我说个实话呀 你什么时候爱上她的 什么时候爱上丁伟的 该不会是你们俩之前 就真的好上了吧 刘洋 你怎么掉那骷髅眼里 你就出不来了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会一直找他两只船的 你非要这么羞辱你自己 我也没办法 我都不该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菲菲 我不愿意放弃你 难道看不出来吗 你怎么就心这么硬呢 你怎么就改变不了了呢 我跟你说 我妈那个态度 那是她的态度 不代表我 你可以跟你马顶着干 你是她亲儿子 我可以吗 再说了 我也不想跟她对着干 你就让我轻轻松松过日子吧 好 好 好 嘿 佩伟 好 凌伟 你好 你好 好 好 你的行业 还不错了 现在发展得挺顺利的 多谢你的支持 有了你的支持 我的公司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丁卫 Bukachi 我们很高兴 帮助你 这些日子 的行业状态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加上更加专注 实际上 没什么支持 我没想到这些能够的 对了 戴伟 有件事情 我想和你沟通沟通 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 好 什么事 那不如这样吧 到你的办公室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好的 走吧 怎么了 我刚才跟你说过 我说这事别跟我妈说了 那我姐知道是不是也得生气啊 你凶什么凶 怎么了 他不能说呀 你解好啊 你看他怎么对我的 就不愿意帮我 怕领导对他印象不好了 影响他的前途是吧 我告诉你 这关键时刻 谁不像着自己啊 这点我还是明白的 少跟我像着他 你是不是又来劲 又来劲 我像谁你自己不知道啊 再说了 你那工作的事 不能慢慢想办法啊 想什么办法啊 我这还有一个月 我合同就到期了 这通知都下来了 过了这一个月 我就从这公司滚蛋了 想什么办法 好啊 想办法 我想好了 咱俩赶紧结婚 赶紧怀孕 赶紧生孩子 我就不信我保护出这工作 不是 你疯了吧 你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你为什么想要孩子啊 这结婚就得要孩子啊 亲爱的 我呢 是想过二人世界 我现在没过够呢 你别逼我 好不 那你就算是为了我 好 也得要个孩子吧 反正不要也得要 那好啊 那你就自己还 我偏不要 我偏要 反正我是不要 我就要 我就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你妈呀 干啥呀你呀 你妈 你干嘛呢 是不是琢磨着 怎么由麻雀变成凤凰了呀 你跟我说句心里话 你是不是想篡位呀 想当老板了吧你 夏琳 你给我闭嘴行不行 你看那个死样 这要拿胶布把你嘴沾上 你开门你干啥你光光光的 门说坏了你赔呀 你修啊 我干嘛要修啊 让丁伟修 让我们孩子他罢休 他人呢 不在 就因为你 我们公司本来要买个面包车 结果买不了了 丁伟修总说 面包车不买了 省了来钱给你们开什么服装店 多少钱呢 奶奶 还得对你们咋的呀 心里没个数 这点钱算什么呀 打我们结婚开始 你就住在我们家 吃我们家用我们家的 我跟你说过钱吗 虽然我们现在离婚了 但那房子有我一半 去去去去去去 你还站着呢 你说你有什么资格 不要忘自己呀 什么玩什么 就不要忘我自己呀 什么 雅丽啊 你跑得也太快了呀 我在后面追了你 把你跳我都追不散了 哎呀妈呀 狼外婆又来了 狼外婆 哪里有狼外婆呀 你就是狼外婆啊 你就是狼外婆啊 我一看着你我就能想 你狼外婆 你又来想过啥呀 嫂子呀 我今天呀 不是来打扮的呀 你看你 你虽然是一个养鱼的 但是在丁伟公司做事情 怎么讲你也是一个白领呀 对吧 嫂子呀 你有没有见过 讲话比你还要粗鲁的白领呀 谁讲话粗鲁了 我说话粗鲁 我们偶说话 你从现在开始啊 要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 言行举止 这个 你要跟我们家雅丽 多学习一下 这个走路的时候呀 一定要抬头 挺胸 胸 这个脖子一定要执起来 这个腰是一定要执起来的呀 看见没 腰 小姨 我错了 她哪有什么腰啊 她那是水桶 对不起啊 嫂子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走路我们讲完了 我们讲这个坐 坐的时候呀 这个腿一定要伸得长长的 越长越漂亮 我们呀 都是搞服装的呀 太懂得什么叫做美喽 这一点呀 你可是要跟我们家雅丽 好好学一下的呀 你给我们丢人 那没有关系的呀 我们不会跟你一起讲的 可是 你要是给你们家小伟丢人 那 那就不太好了吧 小姨 她学什么学呀 这有些人啊 以为自己穿了个白领 那就是白领 那也行啊 你别整个一出了 我笑你俩那样好啊 看见跟个妖精似的 她那个死样的 还搞服装的 我看你俩就是卖佛丽 小姨 我就白领了 咋的吧 小姨 你真棒 小姨 我爱死你了 你家艾雅丽 以后这种事情 一定要跟小姨学一下的呀 遇到事情 自己可不能生气的 你要记住别人 那才算是有本事的呀 妈 菲菲 我老跟你说点事 萌娜呢 她回来了吗 她不回来到哪儿去 她租那房都退了 她能到哪儿去了 妈 我不是去问问吗 干吗呀 你生我气啊 我能不生你气吗 菲菲 刘洋要跳槽没跳成 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我做什么手脚了呀 我就是把我们俩的关系 跟老板说了说 再说了 那刘洋 她也不在乎这个工作 她在外企工作 其实挣得跟我差不多多 相反的 我还帮盲娜说话了呢 我跟老板说 我说 那公司能进行人 为什么就不能用她呀 该说了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好好好 你们老板气住你 你说什么是什么 妈妈心里可高兴呢 丁伟怎么回事啊 你帮她贷款 怎么还帮她作假呢你 我做什么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丁伟那套房子 是她和她前妻名下的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房子的一半 是她前妻的 现在这房子抵押进去了 签字的时候 她前妻到了吗 她知道吗 万一还不上 要这事捅出来了 你吃不了你兜着走 行了 妈 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她肯定还得上了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谁跟你说做生意都不赔呀 傻死你了 对 阿姨 您说得太对了 特别支持她 我跟您说 这林飞啊 她就是想得太简单了 太相信她了 你说你怎么知道 她还得上贷款还不上 这你怎么能打保票呢 这天灾人祸的 什么时候都在发生 万一哪天下个大雨 发个洪水 这鱼就被冲走了 回头你自己工作 也都保不住 毛娜 你怎么这么 要挑拨是非呀 你是不是特哼 白了我给你是朋友 真是看错了 你看看阿姨 脾气渐长 没事 我这不是都是为了她好吗 你说她还不领情 其实啊 我这早就反对她 算了 你也别说了 这个家里大伙想的什么 心里都明白了 都够自私的 一个人摘到脚了 我帮你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装什么糊涂啊你 我就不信你没听见 你说你在这家里 你管什么用啊你 屁股都管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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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刘洋 你好 找我有事吗 我真的不想约你 打个电话问问就算了 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 还是得建议你 建了面容易把话给说透了 没关系啊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你为什么要利用她呀 你这不是害她吗 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清楚一点啊 我利用谁了 谈谈有谁啊 林飞啊 我听说你做抵押代本 你让她帮你做假 你那个房本上是不是有你前妻的女 这个房子你们俩一人一块 结果你瞒着她做抵押代 这万一你要是还不上的 万一你前妻知道了闹开了 你不是害了林飞是什么呀 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 我没说错吧 你说错了 首先那是一件事情你想得太复杂了 我丁伟呢从来没想过去害谁 去利用谁 贷款这件事情我已经表示过 如果出了任何差错 我丁伟会一个人去担当 这件事情我是不会连累任何人的 所以呢在此之前 我已经和林飞的老板沟通过 这个贷款我一定会及时还上 所以这方面不会有任何的差错 就算是这样 我今天找你来重脸不在意 是你的做法 现在足以证明你跟你前妻之前 还有很多的问题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你还没有扯干净 你凭什么爱林飞 你有什么资格去爱她 你有资格吗 你有资格来质问我吗 刘洋 我从来不认为 爱情 是可以靠竞争得来的 如果你爱她 你真的喜欢她 真的关心她 那你就应该去找她呀 而不是齐齐熊熊地跑到我面前来 质问我 不是吗 是吗 再见 刘洋 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俩来往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是吧 喂 雅丽啊 你看天都黑了我们回去还不啦 小姨 你看见了吧 这丁尾她根本就不接我电话 你信不信 她现在肯定跟这个林飞在一起 不方便接我电话 你还好意思讲人家呀 你自己好到哪里去了呀 你不是还搞那个什么网恋呀 网恋怎么了 网上是虚拟的世界 又不是现实当中的事 虚拟世界 那个虚拟世界 你怎么还给人家骗钱了呀 那我不是一时糊涂吗 你就一定能保证 丁尾她多么简点呀 她每天在外面生意那么多 诱惑多多呀 她就能抗拒吗 男人啊 三杯酒下了肚 那就不是她了 等酒醒了 再变回一个好父亲 好丈夫的角色 你没抓着就算了 你要是抓着她呀 她就会哭着喊着跟你喊冤呀 说自己对你多么多么忠诚 你信吗 丫丽啊 你现在讲话 怎么越来越离谱了呀 你还想不想跟丁尾复婚了呀 我不就是说说嘛 我还能拿不住她吗 不 这是干啥呀这是啊 你俩赖这儿了啊 我跟你说下班了啊 我要锁门了 你先走吧 把你们公司的账本拿来 我要看看 把我们公司的账本拿来 让你看看 你说干啥吃的呀 平常让你看看呢 这公司跟你有啥关系呀 怎么没关系了 我的女儿将来就是 这个公司的合法继承人 那我呢 我现在怀疑我的前夫 在跟我离婚的时候 隐瞒了财产 你说有没有关系呀 你看你 你真说啥话呀 这公司是跟人借钱开的 不管是不是借的 你也没跟我证明什么 我的怀疑很正常啊 我发现你 你这人脑子 你竟小乱七八糟 我哪能跟你俩说了 走的时候把门锁上啊 不愿意借你俩 丽雅 我真是佩服死你了呀 什么这个金权人公司 谈得上啊 小姨 你不是在开玩笑 我总觉得吧 他们开公司的钱有蹊跷 你想啊 他们总说是借的 可是这么大一笔钱 谁能借给他们呀 就算是借的 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干吗要遮遮掩掩的 你讲得也有道理的呀 会不会就是丁伟自己的 私房钱他没有给你讲过的呀 很有可能 所以我一定不会放过 我一定要查清楚 知道了 阿姨 知道了 那阿姨 那就这样 把我挂了啊 干吗呀 谁呀 刘洋他妈 打电话来问刘洋跳槽的事 她不同意吧 其实我也觉得挺别扭的 干吗呀 我们俩都分手了 挨得那么近有什么意思啊 贝贝 刚才妈妈骂你 你别生我气啊 我真的气极了 你说你这办的什么事啊 抵押贷款都敢作假 那丁伟是什么人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真是 你跟他 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不要前途了 妈 这事啊 没你想象得这么严重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了 凡事我都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你清楚什么呀 你别怕我说难听的 丁伟跟他那个前妻关系 跟妹妹扯干净 他们俩离了婚了 这房本上为什么 还有他前妻的名字 抵押贷款这么大事 他不告他前妻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问题 妈 这不都跟您说了吗 那房子就是丁伟的 他前妻已经放弃了 只不过是两个人 还没有时间 去办理过户手续而已 那丁伟也觉得 那女的是她孩子的妈妈 那不想把关系 弄那么僵而已嘛 那这就更奇怪了 他们俩能和平相处 抵押贷款这么大的事 他不告他前妻一生啊 难为你干吗 让你来作假 行了 妈 那就是这句话 这说没完了呀 真是烦死了 多大点事啊 好好好 我不说了 就一句 我跟你说啊 丁伟这样的男人 不配你 我不认同 不认了 刘洋 我刚跟林飞通过电话 让我搞没点成吧 有你在我能跳的成吗 不都是你在背后捣的鬼吗 这回你高兴了 怎么叫我高兴了 你别误会啊 我不单单是因为 林飞的关系 我是全心全意地 为你的前途着想 你呀 以后就安心待在外企吧 那五百强的企业 到哪儿去找啊 如果你有机会 到外国的总部工作 那就更好 那分公司全世界都有啊 那前途无量啊 不比你在林飞的 投资公司强多了 你妈是高摘远主 请你把这方向盘呢 别不止好歹 妈 我求求你啊 行吗 你不要把你所有的薪资 都放在我身上好不好 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放在你身上 我放在谁身上啊 难道放在萧依水身上啊 人家有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咱们俩吧 才是一条心哪 萧叔叔回来了 你妈说跟谁一条心啊 是不是跟我一条心啊 那就给你 我跟我儿子一条心 你跟你女儿一条心 不是去看她了吗 怎么才回来呀 我拿什么去看她呀 我就是想请她吃顿好吃的 我也得掏得出钱来呀 你说我哪回去看她 不被她小姨数了一顿呢 我这当父亲的 这人太失败了 跟你商量个事呗 咱家那钱呢 今后啊 你搁在抽屉里边 别搁在你那一条里行吗 咱家不有三十万呢嘛 哪怕分给我百分之一也行啊 零点五也行啊 零点五也行啊 萧依水 我的宗旨 你不知道吗 而你们都大了 自食其力 能奋斗到什么程度呢 就过什么样的日子 这样的生活呢 我认为才有意义 干嘛非要伸手要钱呢 那跟乞丐有什么区别呀 那无非对方就是父母 那也不应该呀 都是健全的人 那我们不也是 靠奋斗过来的吗 怎么轮到他们 就行不通了 我对我儿子 也是这样要求的 对你女儿也一样 我呀一视同仁 你还没吃饭吧 我帮你弄去 找一个光明磊落 一视同仁 怎么了 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呀 电话里能说呀 我不就想着 找一个理由嘛 再俩才现一点 你倒挺坦白的 还有比这更坦白的呢 我今天啊 就把我贷款的事 向你们老板全都坦白了 你 你 你先别激动 先别激动 我是这么想的 自己说呢 总比被别人揭发了叫响 对吧 现在你们公司呢 正在裁员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连累了你 万一出了什么事啊 我定位一个人扛着 那你又不着跟他说呀 这事有那么严重吗 那不行啊 你一天到晚怨声载道的 我这心里不落人哪 我一女人 我这不叨了几句 是正常的吗 那我是男人哪 男人心中 焦 这是谁呀 黄大 您好 这不丁伟吗 我正想找你呢 有话跟你说 好啊 你说 这我们林强 在你们公司 拿点薪水怎么了 就这么舍不得啊 你嫂子还让她去卖报纸 也亏她想得出来啊 那这件事情啊 就完全是个误会 我已经知道了 没关系 别放在薪水 不是 等会儿 什么呀 怎么林强会在你公司 拿薪水啊 那谁出了主意啊 我看见你了 对 是我的主意 没错 是我同意的 跟她没关系啊 就是 拿点薪水怎么了 你们俩这发展下去啊 以后就是我们的姐姐 跟姐夫了 是吧 你说什么呢你 行行 咱俩回去吧 我有话给你说 对对你赶紧把她领回去 你也赶紧回去吧 行 好嘞 姐夫走了啊 你走吧 妈 你就把钱给我吧 妈 来 做饭 你也不可能看着说 这林家真的就绝后了吧 再说我挣了钱 我一定还给你 等你挣钱 你妈早饿死了 你不会的 你去看看 哪有这么大男人 跟着妈妈屁股 后都不停地要钱的 真是 忧死人了 妈 你就把钱给我吧 你别切了 你别打我做饭呢 你把钱给我 妈把你养这么大够了啊 到老妈还欠你钱呢 你不烦 烦 烦 我比你还烦我自己的 行了吧 那我怎么办呀 毛仔又结婚又没有钱 我俩做裸会的 需要钱呀 我就这些钱 这回给你以后怎么办 这回给你就没下回了 我没说要下次嘛 我就要这一次 我早就结婚又 你给我 你给我 林湘 这你说的啊 等你下次再要 我拍你 那你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 我现在哪给你弄钱 我做饭呢 你现在就给我 我给你 起 借我 那你刷算数吧 我啥时候骗过你了 出息 妈 你别动 妈 你看 你这对我白头发了 少回来这趟 我看看那个啊 我看看这个 林强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自己找点工作 自己挣钱 好 那你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你到时候给我 啊 我先进去老人 找工作去 来喽 好香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 来 你吃了 你怎么回来了呀 你吃过饭了没有 你吃过饭了没有 一起过来吃好了 你吃过饭了没有 怎么就你们俩人啊 我嫂子呢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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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你嫂子 找你哥去了 雅丽 你怎么讲话呀 刚才还有做有效的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丁伟关心家人是应该的 关心也要有个限度吧 我怎么听着她叫嫂子 跟叫太太似的 小雅丽 你有病吗 你是不是变态你 你跟我凶什么呀 你说的是人话吗 也就你这么想 我今天去你公司 你是没看见呀 你嫂子坐在你那椅子上 撞来撞去 以为自己是老板 我要查查都不给查呀 你太可笑了吧 你凭什么呀 我问你 你凭什么查查 你凭什么呀 我偏要查 你们不要吵了好吧 怎么已经那种草心了 太有意思了 你才有意思了 那整个一个变态 你才变态呢 不要吵呀 整个已经有病人 丁伟 你不要生气啊 我们边吃边讲好吧 不要生气了啊 不用了 谢谢你 我已经吃过了 嗯 小姨 这个卡里面呢 有十万块钱 也就这么多了 我已经尽力了 你就拿着这个钱呢 去交房租吧 你都准备好了呀 我没想到这么快 我挺不好意思的呀 你就别客气了 我不说了吗 我能帮你们解决的 我肯定会帮你们解决 那好 这个钱我先收下了啊 等我们赚到钱的时候 一定尽快还给你啊 再说吧 那对了 那个密码啊 就是雅力的生日 你把这密码记住了 你看丁伟对你多好呀 这个密码 用的都是你的绅士呀 好什么呀 那好我怎么感觉不到啊 好能离婚吗 一个密码算什么呀 那我还给她生了一女儿呢 雅力啊 你不要讲话太过分了啊 不知好歹 小姨 我呢是真心诚意地 希望你们这个服装店呢 是越开越好 生意呢是越来越兴奋 因为毕竟嘛 雅力也没有工作 这个经济来源啊 确实存在着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 我都考虑到了 我还是那句话 能帮你的忙 我丁伟肯定会帮 这点你尽管放心 雅力啊 你看丁伟对你多好呀 到现在 还促促为你着想呀 他为我着想 那我也不差呀 我们那会儿离婚的时候 他面临破产 我什么也没要净身出户啊 行 咱们长话短说吧 你看 你看什么时间 怎么明天 咱把这个房屋啊 给过户了 把这个户主的名字呢 变成我一个人的名字 你看行不行 不可以 我说了多少遍了 这个房子我不会问你想得美 我什么意思啊 小姨 你没跟她说呀 讲过了呀 行了 行吧 算了 反正既然大家都已经在这儿了 对吧 就把花收开了 雅力 是这样 你呢 开个价 你看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你开个价 能拿出这笔钱呢 我就拿出来 拿不出来你也别担心 我一定会给你打一欠条 我把我丁伟的名字写上去 到时候有了钱 我一定还你 因为确实啊 这件事情拖得太长时间了 我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拖来拖去 你搞得人心烦意乱 什么事你也做不成 就这个意思 你看这样行不行